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成 加班费 岗位津贴 那么在大家的心目中可能认为这都是工资 但他们真的都是工资吗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目前就工资而言 所有的法律规定中最明确最直接的 就是我们国家1990年国家统计局出台的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我们可以从这个规定当中看到 工资在我们国家是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是计时工资 第二是计价工资 第三是奖金 第四是津贴和补贴 第五是加班加点工资 第六是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目前来讲在我们国家法律层面上 这六种形式的工资是被认为是法律意义上的工资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国家关于公资相关的法律规定还有这样一些 我们大家可以从评论上看到 全国适用的规定有五个规定 那么同时各个地方会根据当地的情况出台地方性的工资规定 那么现在所有的相关的规定 对于工资的性质 对于工资的范围 都有了一个法律的概括的一个规定 那么对于HR来说 可能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困惑和不解 因为法律的规定过于抽象和概括 那么我们的企业HR在做薪酬规划的时候 如何能够使得薪酬筹划 在保证企业经营管理的同时 又能合法的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之下 我们想这些明目繁多的工资 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话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首先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帮大家来做一个梳理和整理分类 那么第一点呢 我们先把它们区分一下 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的工资形式 都是工资吗 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收入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呢 我们叫它是工资 法律以上的工资 另外一类呢 虽然也是以货币或者是实物形式支付的 但它其实不叫工资而是福利 那么我们看到在工资的框架之下呢 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呢是固定性的收入 而另一类是非固定性的收入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 比如基本工资 岗位工资 公民津贴 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 定入到固定收入当中 而对于业务提成 奖金 各种奖励 还有股份形式的激励 以及特殊岗位的津贴 比如高温高压工作环境下的一个津贴 还有加班费 那么这些呢 都属于是可变收入 另外还有一些 可能我们大家经常也会听到的 交通的补贴 午餐的补贴 还有节日的一些礼品啊 过节费啊 独生子女费 那这些呢 通常意义上会被认为是福利 那么这个分类呢 我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 目前来讲 这样来区分我们的薪酬形式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但是呢 2009年的时候 财政部专门出台了一个 关于加强企业职工 福利费用财务管理的通知 里面涉及到了 要把交通补贴 午餐补贴 通讯补贴 这类按月标准发放的补贴呢 纳入到工资总额当中来 也就是说 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工资总额的范围会越来越大 那么在福利范围之内的 呃 支付形式呢 会有一个缩小 或者减少的一个趋势 那么未来的话 可能我们看我们的固定收入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就是我们正常前面的工资 加上所有按月标准发放的补贴 那么节假日礼品和过节费呢 也会纳入到工资的范畴当中来 只是呢 它应该是一个可变的收入 这也是之前沸沸扬扬的 传了很久 这个大家在讨论月饼 过中秋节发月饼 到底要不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那么答案也是肯定的 虽然月发的是月饼 是过节 我们感觉到就是一种过节的 一种象征性的礼品 但是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 它也是要纳入到工资总额 缴纳个税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的趋势 工资范畴之内的收入呢 会越来越多 而真正能够作为福利 来支付给员工的支付形式呢 会越来越小 那么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 说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区分 或者说分类 它的意义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呢 先给大家卖个关子 留个悬念 大家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 以下这几个案例 在这几个案例的分享 和沟通过程中 或许你们就能找到答案 有一些体会了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业务提成是工资吗 这个案例讲的是 员工呢 张某 他呢 跟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呢 还跟公司签订了一份提成协议 提成协议约定 在业务款项到账后 那么按照销售额的2% 给张某提成 在劳动合同旅行期间呢 张某的第一笔销售额 50万款项全部到账 之后呢 张某又先后签署了 两份业务合同 那么总额的这个销售款项呢 达到了150万 但在这中间呢 企业一直没有给张某支付过 呃提成 所以呢 张某在2009年的4月份呢 最终跟企业提出解约 并且把企业告上仲裁委 要求企业支付提成工资 以及应没有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而解约的经济补偿金 从这个案例中 大家可以看到 提成是工资吗 这也是双方在 呃 仲裁的时候争议的焦点所在 那么站在企业的角度认为 我每个月呢 都已经按月支付给了你相应的工资 那么这个提成呢 是作为对你销售的一个奖励 一个额外的奖励 所以它是福利费 而不是公资 那么张某认为呢 呃 这个提成呢 也是在我们双方劳动合同签订的时候 已经明确约定好的一种工资形式 最终呢 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 企业同意支付张某 50万销售额 所今刚享有的业务提成 另外的150万的销售额的业务提成呢 在业务款项到账之后 支付给张某 从这个案子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业务提成是工资 这点毋庸置疑 既不是奖励也不是福利费用 而却又是一种工资形式中的可变收入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企业跟张某签订的提成协议 他的法律效率呢 也被仲裁委预认可 基于这样的一个协议呢 企业拒绝支付 那150万上位到账的业务款项的提成 是合理合法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劳动仲裁的过程中呢 企业与张某签订的提成协议的法律效率 还有相应的支付条件 支付形式都是被得到了认可的 企与张某签订的法律